一个视频带你看懂将夜里的境界划分 以及主要人物的修行境界 宁确在护送公主李渝前往都城的路上 曾向动玄境的修行者吕清晨 请教过修行境界的问题 得到的答案是修行分为五种境界 集出时感知、不惑、动玄、知命、这五境 而知命之上还有诸多玄妙境界 那么五境之人跟常人有何区别 五境之上又是哪些境界呢 其实五境只能算是入门而已 第一层境界初时讲的是天地元气投射到内心后修行者的所见 初时看的是资质 因为初见这个世界便已经决定了未来的高度 资质较差的修行者见到的是个小水坑 资质普通的或许是一方池塘 而剑圣柳白见到的则是滔滔大河 主角宁缺 一开始虽然气海雪山十一窍不通 却疑似见到了一片大海 第二境界的感知是感受周边的天地元气 并进行简单的交流互动 宁缺就曾利用这一技能改变投资的点数 在赌场大沙四方 第三境界的不惑 已经可以运用天地元气进行实战 但只是比常人强上几分 并不能超越人类的极限 而当修行者对于天地元气的认知和运用 以及自身能量的调控都达到比较精通的高度 可以通过意念操控元气 并且能够转换成攻击 给对方造成实质伤害时 就已经跃升到第四境的动玄了 动玄境可以说是普通修行者的分水里 因为自知较差的修行者 可能毕生都难以跨越到这一层 下一个境界 知命 也叫知天命 是普通人类在浩天世界中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知命境的修行者 已经可以熟练操控天地元气 还能将其转换成任何自己适应的攻击 或者防御形态 甚至可以预判对手的攻击 知命是浩天许可的武境中的至高状态 而超越这个境界就可以跟浩天对话 窥测到部分天机了 所以也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越过武境 就会被浩天所察觉 就有被灭杀的风险 剑圣柳白就是感知到了这种危险 所以一直在间隔崖洞谈判压制自己不破武境 武境之上 或者说第六境 分别是道门之寂灭 西陵之天启 福宗之无量 魔宗之天魔 和书院之无惧 他们的神通各持疆场 理论上不分高低 只不过信仰不同教法不同而已 武境之上的修行者 能在浩天世界的大规则里 制造自己的小世界 小规则 所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脱离浩天的掌控了 第六境中 道门之寂灭 有冰霜的技能效果 西陵之天启 主要是借助浩天的神力 佛宗之无量 可以无限吸收天地元气 转换成能量 魔宗之天魔 是短时间内提升综合实力 书院之无惧 是空间穿梭 这些神通 还是由少数修行奇才可以达到的 比如掌教雄出没的天启 灌注陈某的寂灭 讲经首作的无量 三世解余怜的天魔 以及大师兄李漫漫的无惧 当然 一个人也是可以同时掌握 多个第六境神通的 比如 九徒是无量又无惧 灌注更是学会了 第六境的所有神通 在网上的第七境 分别是道门之羽化 佛宗之涅槃 魔宗之不朽 书院之超凡 第七境相当于 第六境各个领域的满极水平 到达这一层境界 跟浩天也有一战之力了 所以难度可想而知 到达或者接近第七境的人 屈指可数 柳白最后栗战浩天 已然达到了羽化境 佛宗的开创者 佛陀是涅槃境 屠夫无限接近于不朽境 书院小师叔柯浩然 大约是超凡境 将第七境各个领域的 神通融为一体 便可以再上一层 到达第八境的清净境了 最终抵达这个境界的 只有唤醒浩天的赌徒 和后期的灌注陈某了 到达清净境 便可以隔绝 与浩天世界的一切联系 任何附带天地元气的攻击 也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了 在集齐七卷天书 便可以夺取浩天神格 重新开天 这也就是赌徒 留给人间的最大秘密 清净境之上 只有夫子达到的五举境了 相比于清净境 单纯隔离自己和这个世界 只能防守 不能进攻而言 五举的效果要强大太多 五举 可以看作是第九境 也可以说是第九十九境 或者九百九十九境 总之是最后一步 五举可以无视世间一切规则 而且是超越所有规则 还能反控规则用来战斗 使人类的修行极限 使浩天也无可奈何的存在 人类有史以来 只有夫子修到了这层境界 夫子之前没有人修成 夫子之后也不会有 因为五举是带着使命 来到这个世上的 五举的使命 是代表人类对抗浩天 是化跃 佛陀在涅槃前 曾预言过这件事 这也是天书中的一大秘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